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疫苗研制取得了哪些最新进展 现有的防控机制 防得住无症状感染者传染他人吗 医学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交通运输部称 继续按照一级响应防疫力度保障春运 春运返程如何进行科学防护 1月29号是第一架苏武器战斗机首飞十周年的日子 额媒称今年苏武器将加入俄空天局 今天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疫情 眼下世界各国都打响了一场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之间的阻击战 已经有确诊病例的国家尽全力防止疫情的扩散 而尚未出现疫情的国家则坚决要将病毒挡在国门之外 截至北京时间1月30号上午10点 日本国内已确诊1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日本媒体报道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持续引发关注 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开始采取预防措施 一向禁止员工佩戴口罩的日本服务业 也悄然开始对口罩解禁 这座位于东京池袋的一家酒店规定 从本周开始所有员工必须戴口罩 日本各大媒体也通过各种手段 向民众普及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支持和预防措施 提示需要注意的问题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初期的症状和伤风感冒及流感的症状相似 当出现发热咳嗽等疑似感染的症状时 首先要做的不是立即前往医院 而是要首先拨打厚生劳动省的热线电话 或者和当地的保健所取得联系 之后再按照指示行动 在韩国 截至北京时间1月30号18点 已确诊6例 铁路防疫成了各级部门阻击疫情工作的一大重点 画面上身穿防护服 手持喷枪的工作人员 正在对铁路车厢内部进行消毒作业 从车厢的卫生间到平时注意不到的座椅下方 从行李架再到座椅把手 还没形容 只要是手能触碰到的地方 都全部要喷洒消毒液 火车站内部也采取了多种措施 比如原本开放式的售票窗口 现在就多了一层隔离板 在人流密集的车站 多位乘客准备了洗手液 以及为疑似病例测量体温用的体温剂 韩媒提供的数据显示 包括KTX 也就是高铁在内 韩国每天运行的火车超过600列 发送旅客数量为40万人次 为防止列车成为病毒扩散的载体 韩国铁路部门正全力以赴 韩国媒体29号还公开了 用于隔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疑似和确诊病例的负压病房 所谓负压病房指的是 病房内的气压低于病房外的气压 这样从空气的流通来讲 就只能是外面的新鲜空气 可以流进病房 病房内空气就不会流出去 而是通过专门的通道 及时排放到固定的地方 这样病房以外的地方 就不会被污染 连日来朝鲜官方也加大了宣传力度 积极开展防控工作 朝鲜卫生部门的官员 通过朝鲜中央电视台 向观众讲解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特点 电视台也不断介绍预防措施 一月29号是新加坡学校 结束春节假期重新开课的日子 目前新加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0例 各所学校尤其是国际学校 正采取包括推迟所有大型活动 在内的各项措施 防止疫情的扩散 洪雨天新加坡国家环境局 还发布了一份临时指南 帮助居民和酒店等企业的经营者 对可能接触到新型冠状病毒的 场所进行消毒 具体内容包括如何清洁 被人群频繁接触到的物体表面 如何使用消毒剂和防护设备 如口罩 以及清理后如何处理废弃物等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表示 病毒的传播方式如果有变化 指南也会相应的更新 截至北京时间1月30号18点 俄罗斯境内尚未发现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 但俄罗斯专家表示 不能排除病毒下一步 渗透进俄罗斯的可能性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 组织召开专题会议 听取了各地有关预防措施的汇报 同一天俄罗斯政府宣布 成立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在俄扩散指挥部 目前各地逐渐出现了 无症状感染者是引发了各方关注 现有的防控机制 是否能够防得住 这种潜在的病毒传播者 而药物研发有什么样的进展 春节假期是否还将延长 武汉来的快递会传播病毒吗 我们来听听 关专家的相关解读 焦点一 无症状感染者 是否会让防疫失控 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通报 截至1月29号24时 收到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711例 累计死亡病例170例 目前各地逐渐出现了 无症状感染者 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在一个案例中 一个七口之家 最近去过武汉的五人中 发现新型冠状病毒 但只有一个孩子未被感染 因为在武汉逗留的大部分时间内 孩子都戴着医用外科口罩 重要的是 其中一名感染者 并未表现出临床症状 但核酸检测显示阳性 它就是无症状感染者 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病毒被传播 甚至出现二代 三代 以至于N代感染者 对此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 流行病学专家曾光指出 我们现在不释放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释放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可能有些病人不到肺炎的程度 但它是传染源 所以现在的诊断标准出了四版 是因为病毒变化快 我们在适应跟它赛跑 交点二 药物研发有何进展 25号 上海的研究团队公布了 有治疗潜力的老药和中药 29号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与军事医学科学院 毒物药物研究所 联合发现了 在细胞层面上 对新型冠状病毒 有较好抑制作用的三种老药 其后续的临床使用 正在走相关程序报批 药物研发有进展 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呼吸内科主任 程真顺 2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的治疗 目前还没有特效抗病毒药物 据报道 多种新型快速检测 新型冠状病毒的试剂盒 已经研发成功 甚至还有可以用于 自我检测的检测试纸 最长15分钟就能出结果 对此 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 重检实验室博士刘应乐表示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相继批准多家企业生产试剂盒 目前PCR检测仪和检测试剂盒 已大量服务于一线防控 交点四 春节假期是否还将延长 目前春节假期已经延长了三天 之后假期是否还需继续延长 对此 曾光建议 对湖北以外的城市 春节假期延长三天可以接受 回程路上注意防护 戴口罩多洗手 对于湖北省则建议再长一些 交点五 武汉来的快递会传播病毒吗 1月23号至29号 武汉地区揽收包裹83.7万件 投递包裹102.7万件 那么来自武汉的快递会传播病毒吗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 侯延波表示 根据专家介绍 新型冠状病毒通过快件传播的风险极低 来自武汉的正常快件不用拒收 但收完快件应及时洗手 交点六 火神山雷神山 建成将成拐点 目前两家专门用于收治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患者的医院 正在夜以继日的紧张施工中 火神山医院的场地平整 土壤回田 混凝土胶筑等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第一栋两层相识病房楼框架搭设完毕 计划将于2月3号交付使用 雷神山医院则将在2月5号投入使用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 流行病学专家曾光表示 这两家医院建成后 能把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人都放在医院里面 一人一张病床将武汉的病人都进行隔离 我相信病例下降的速度会更快 为了有效地切断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传播途径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1月23号起 各航空公司相继暂时取消了 飞往武汉的客运航班 但是依然有大量前期出境的游客留在境外 为了帮助这些游客尽快返回武汉 民航局批复部分航空公司申请境外至武汉的包机运行 要求各航空公司不能拒绝通过健康检测的武汉旅客登机 并做好机组成员和旅客信息的留存工作 目前已有甲米 曼德勒 新加坡 大阪等地的武汉游客 陆续返回武汉 再来看到29号 澳大利亚的科学家继中国之后成功 在实验室内培养出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毒株 这成果与疫苗的研制有什么样的关系 而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疫苗研制 又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 获得实验成功的科学家 来自摩尔本的多赫迪研究院 路透社将这一成果形容为一个突破 将加快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研发 研究人员表示 除了有助于疫苗研发 他们的成果将有助于100% 确认目前接受检查的疑似病例 是否真的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卡腾博士表示 这一突破性进展的取得 与中国科学家息息相关 多赫迪研究院方面表示 他们将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全世界范围内的实验室 共享相关信息 此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 李兰娟所在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已经率先分离出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毒株 我们分离到新型冠状病毒的毒株 能够扮演的审扮的过程 另据俄罗斯第一频道29号报道 中国专家向俄方提供了病毒基因组 两国科学家已经开始共同研发疫苗 而在太平洋彼岸 美国和加拿大的多个团队 也正努力在疫苗研发上取得进展 加拿大萨斯·喀扯温大学的科学家 法尔·扎拉诺领导的团队 主要负责疫苗的研制 在开始研制疫苗之前 科学家首先要培养出病毒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道 法尔·扎拉诺领导的团队 此前曾负责研制过数个 针对冠状病毒的疫苗 这一次他们的目标 是在6至8周内研制出疫苗样本 然后进行动物试验 但用于人体至少还需要一年时间 此外全球最大的药企之一 美国强生公司也宣布 将寻求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 一揽子解决方案 其中就包括疫苗的研制 那春运的返程即将开始了 机场火车站 飞机上火车上 都是人群密集空气最不畅通的地方 而也是病毒最容易传播的环境 那在这样的高危环境当中 我们又该如何的科学防护呢 1月30号 在国家卫健美新闻发布会上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 吴春庚表示 将继续按照一级响应 来开展春运的防疫工作 严格落实交通工具 通风消毒 旅客体温检测等有个要求 多处客用站 配备体温检测设备 在有条件的地方 服务区和传播等 设置流验区和隔离区 发现体温异常的 第一时间按照程序 流关隔离和移交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 飞机上的空气质量 是被严格控制的 飞机启动之后 新风系统每小时 会更新20至30次空气 但这并不表示 飞机是百分之百安全 如果同机乘客中 有病毒携带者 那么其周围的乘客 都会十分危险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 乘坐飞机的乘客 一旦有发热感染等症状 最好不要乘机 那么在飞机火车上 健康人群又该如何防护呢 有媒体给出了建议 最有效的方法是戴口罩 选择医用外科口罩 或者N95口罩 每两至四小时更换一次 勤洗手或随身携带 手部消毒液 保证手部清洁 如果发现自己周边的 其他乘客有发热等症状 一定要立刻通知服务人员 在疫情防控期间 我们进一步 要求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飞行中使用最大通知量 同时增加对飞机的消毒频次 优化机上服务流程 最大限度减少 疫情传播的可能性 飞机上还配备了防疫包 等应急医疗设备 针对疫情 航班上还征配了 飞机属式体温检测仪 同时我们还加强了 客舱乘务员的培训 保证乘务员在做好 自身防护同时 妥善处理发热旅客 另外民航各机场 也加强了通风和消毒 同时紧密配合地方政府 做好旅客体温检测要求 我们有信心 通过采取有效措施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 通过航机传播 同时我们也建议 广大旅客在乘坐交通工具 包括飞机时 一定要配戴好口罩 保护好自己 是对社会最大的负责 好 再来关注世界其他国家 新增确诊病例的相关情况 驱动后社30号的最新消息报道说 菲律宾卫生部长称 菲律宾确诊首个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病例 是一名38岁的中国女性 印度快报报道称 印度出现首例感染病例 马来西亚卫生部宣布 新增一例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病例 马来西亚累计确诊病例为 8例军是中国籍 此外 加拿大29号晚通报 确认第三例感染病例 好 更多资讯 再来看一组速览 1月29号是第一架苏武器战斗机首飞10周年的日子 据俄罗斯红星台报道 苏武器的前身当时叫未来前线航空兵系统 首架飞机由工薰试飞员谢尔盖伯格丹驾驶 首飞持续了约45分钟 而现在苏武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 2020年他将加入俄空天军 在未来几十年决定空天军的潜力 当地时间28号晚上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一辆巴士撞上电动三轮车后 落入路边的水井 造成26人死亡 32人受伤 事故发生之后 救援人员彻夜工作 抢救幸存者及搜寻遇难者遗体 并出动起重机 吊起落入水井的巴士 由于道路的质量差 车辆维修不良和司机的鲁莽驾驶 印度是世界上交通事故致死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30号 旅居德国柏林动物园的双胞胎大熊猫梦想和梦园 正式与公众见面 原方为熊猫馆增添了特别设计的小型攀爬布景 目前两只幼崽已满五个月 开始尝试着用乳牙啃竹子 两只萌雾的出现吸引了众多当地游客 2019年9月1号 旅德大熊猫梦梦顺利产下这对双胞胎 由于大熊猫繁育非常困难 双胞胎熊猫更是非常的罕见 出门在外安全第一 近俄罗斯阿斯特拉罕的居民 聂姆申和他的女儿在福尔加河沿岸河湾散步时 发现一只狗突然掉入冰下 意识到小狗无法自己上岸之后 聂姆申随即掉入河中 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 当时聂姆申在扶冰中行走了几米 来到正在下沉的小狗旁边 将它报上了案 据韩联社30号报道 韩国三星电子当天发布业绩数据 最终核实2019年全年营业利润 为27.7685万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1631.6亿元 同比减少52.84% 创出自2016年以来的最低值 其中由于储存芯片价格持续下跌 和显示面板需求疲软 第四季度利润同比下降 三星电子是韩国最大的电子工业企业 也是三星集团旗下最大的此公司 去俄罗斯卫星网 原引阿富汗ETV电视台报道 阿富汗民航部门日前表示 27号在阿富汗加兹尼省 坠毁的美国飞机是一枚技术问题 此前据阿富汗帕杰瓦克通讯社报道 塔利班宣布对该坠机事件负责 并称他们击落的是一架美国军机 之后美国驻阿富汗军事指挥部 否认失事飞机被塔利班武装击落 近澳大利亚一架参与临火救援的 军用运输直升机意外引发火灾 火势蔓延失控 威胁首都堪培拉郊区的居民 英国广播公司称 当时这架直升机在协助灭火过程中 着陆灯点燃堪培拉南面一座国家公园的草 继而引发火灾 过火面积超过9500公顷 事故发生后 军方决定参与消防的军用直升机 不再使用着陆灯 最后把视线转向菲律宾 看到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9号就表示 因他本人非方官员 以及菲律宾受到美国国会一些参议员的无理对待 他决定拒绝与美国方面的来往 不限期禁止内阁成员赴美国出席任何的官方活动 杜特尔特还表示说 他此前还决定将与美国方面终止两国 在1998年签署的访问部队协议 他表示促使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有很多 而美国参议员计划 阻止菲律宾官员前往美国 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好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新闻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